会出父母的爱 一个不懂得珍惜爱的人 会有可能牺牲自己的一些享受 来爱父母吗 父母爱子女的伟大 在自然界的动物 也会视线给我们看呢 首先与大家 来分享个感人的故事 一个牺牲自己 在所不惜的一只母牛 她的行为令人感动 这个真实的故事 是这样说的 在中国大陆的青海省 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地区 人们用水量严格的受到管制 限定每人每天三斤的水 依靠着驻军部队 才从遥远的地方 将水运到青海来 日常的饮用 素洗啦 洗菜啦 洗衣 包括卫生口 全都依赖这珍贵的三斤水 人缺水可不行 牲畜也一样 有天一头一直被人为 人们认为忠厚老实的老牛 可及了 终于挣脱了江索 强行地抢入 闯入了沙漠里 唯一运水车会经过的公路 终于运水的车子来了 老牛以不可思议的辨识力量 迅速地冲向公路 军车于是紧急以刹车 老牛沉默地立在车前 任谁也呵斥驱赶不了走 始终不肯移动半步 五分钟过去了 依然僵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的 运水的士兵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倔强的牛之 人和牛就这样耗在那儿 最后造成了塞车 后头的司机开始破口大骂 性急地顺志 试图点火来驱赶他 可是这头老牛 动也不动 不为所动 后来牛的主人来了 恼羞成怒的主人 拿起了长长的鞭子 狠狠地抽打在 瘦骨鳞巡的老牛身上 牛被打得皮开肉绽的 哀哀叫唤 但人不肯让开 鲜血流了出来 染红的鞭子 老牛凄厉地谋叫着 喝着沙漠中的冷风 更感凄凉 运水的士兵 司机都不忍观看这情形了 最后有一位运水的士兵说 就让我来违反一次规定吧 我愿意接受一次的处罚 于是他自己就从水车里头 取了半盆水出来 这半盆水不多不少 刚刚好三斤 放在牛的面前 出人意料的是 这头老牛并没有喝 他以史抗争得来的水 反而仰天长笑了 似乎好像在呼唤着什么 不远的沙堆后面 缓缓地跑出了一头小牛 受伤的老牛 慈爱地看着小牛 贪婪地喝完了水 伸出了舌头 甜甜的小牛的眼睛 小牛也甜甜的老牛的眼睛 静默中 人们看到了牛拇指眼中的泪水 没有等主人的吆喝 他们就静静地掉头 转身地离开了公路 这种母爱感人至深 为此牺牲没有愿由 如此伟大动人的爱 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家中 家是我们学习爱与被爱的场所 是我们人圆满生命的起点 父母爱子女如己 子女也敬重父母如己 这简单的幸福 我们好像都遗忘了 竟然还往外在的物质 拼命地一直追求 接着与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要想一想 幸福的开端在哪儿呢 白水老人的百孝经里头提到说 人伦的开始 照端于夫妇 良缘树地 家偶天成 眼前的爽力 家宰光明 欢笑欣欣 我们中国的世书中庸里头也提到了 君子之道 照端于夫妇 及其志也 察乎天地 一切人伦的关系 源自于夫妇的关系 君子所行的人伦大道 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的圆满 就是从夫妇的关系 衍生而来的 夫妇缔结了良好的姻缘 接受双方父母的祝福 家偶不仅为众人所心羡慕 更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 上一代的生命传承 也从此开始了 有得的父母 孝顺乃是传家的至宝 新婚的夫妇 成家安住在家中 幸福欢乐的气氛 人人羡慕 家到的前景 也一片的光明祥和啊 喜气洋洋 每一场结婚的典礼 宴请宾客 气氛都是这样的 欢乐的气氛必须延续 首先就应懂得经营家庭 经营家庭的种种方式 并非随性的生活就可以了 年轻人常常标榜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采用这种方式的家庭 大部分都以离婚来收场 经营一个家 家中应该有共通的软体 说浅满意一点 就是要有个中心思想 家人生活有形成共识 处事应对有所依据 从君子之道 绕端夫妇来谈起 《易经》中谈到 一阴一阳叫做道 天与地正是阳与阴的相合 日月天体的运行 不就是阴阳的运行吗 白天日出代表阳气盛行 时时越隐 阴气潜藏了起来 夜晚越现身 阴气盛行 而日之阳气自然隐服了起来 这样阴阳调和 白天万物活动滋养生命 夜晚休养生息 万物自然被阴阳之道孕育着 这样的道理 运用在夫妇男女经营家庭时 世俗里头的中庸就有提到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知中 发而皆中节未知和 我们的祖先不是也有留下这样一句话吗 家和万事兴 这句话的关键字就落在这个和字上 家门的欢乐相处的要诀在于和谐 通往和谐的路径 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 喜怒哀乐指的是一个人的情绪 这些情绪显现的背后是人的欲望 圣人们明白了告诉我们 对于欲望的追求与满足 应有所调和 并不是无限上纲的虚所无度 再说浅显一些 奉劝我们对欲望的事情 应该有所节制 这不就说明了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观念 是行不通的吗 放任自己随心所欲的路 是行不通的 家庭的幸福源头在于夫妇上 这对夫妻如果能够在个人自由 与群体生活做适当的调配 达到均衡的话 就可以将男女的情爱 升华为人伦的亲情的大爱 那么爱再也不会被局限在 欲望的牢笼里头了 家庭的幸福 正是爱情的扩充 与爱的传承 下一个与大家分享的观念是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您相信因果吗 白水老人的百孝经里头提到 欲人爱 必先爱人 欲子孝顺 己先孝父母 家庭生活中的夫妇 必须要修炼的功课 在于他们走入婚姻的那一刻起 已经正式入门了 维持家庭生活幸福的基本要素 如果要爱人 若要人家爱我们 我们必先去爱别人 若要侄女孝顺父母 我们就先要扮演好自己 孝顺父母的角色 哪里有自己不先付出 就会有人自动来关怀我们的呢 哪里有不爱自己父母 却奢望子女来孝敬我们的呢 观察一下便可以得到证明 现代的社会里头 时常出现独居老人 不难发现 子女遗弃老人 于不顾 老人家本身 已不孝父母在先 而今才有这样子遭遇 您认为因果关系 Nicholas 是